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其实在路径上来讲 还是有一些稍稍的不确定性 不过大致上而言 还是会朝着巴斯海峡这边行进的 几率是最高的 以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 这样绝不排除 会在明天的晚上 或者是后天的清晨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至于路上警报部分就还要再观察 因为这个台风的半径相当一个小 如果位置上稍微偏一点的话 其实路上警报的话 就还是要再观察 它会不会有cover到路上的一个可能性 那整个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来讲的话 它的强度也会逐渐的增强 在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在旅宋岛东边的位置 它的海气条件非常的好 所以它有可能增强一个强烈台风 不过在过旅宋岛之后的话 它的海气条件 特别是海温的条件的话 就降低了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逐渐减度的状况 那以强度上而言 它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一个强烈台风 一个下陷 或者是已经整个降到一个中度台风 的一个等级的一个程度 影响台湾地区 那至于在天气上的影响的话 受到第四条台风 或者是它的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 从周六开始 在台湾的南部 以及东半部地区 就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震雨或雷雨 那在中部以北地区 也有些五霍雷震雨的状况 而在周日跟下周一 台风更为的接近 所以可能各地都有些 短暂震雨或雷雨的状况 特别是南部跟东半部这边 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下礼拜二的话 就会逐渐脱离 降雨就会稍微趋缓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也提醒 在台风接近的过程的话 还讲的话 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西南部地区 澎湖金门 从周五开始 就会一些长浪出现的机会 而且中午周六的时间 台湾附近的海域的风浪 也会逐渐的增加 最后也提醒 这个台风其实是朝着 比较台湾南部这边过来 那提醒的话 是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 以及 南雨绿岛 台湾南部这边的民众 以及澎湖金门 都要后续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台风的动态 以上是上午的天气说明 谢谢君贤